夸我啥 夸你就是有责任心 对我又好 不要太稳了 我会紧张的 你紧张变牛 你刚刚说的啥 就是夸你 我睡觉的时候你没睡 我起来的时候你没洗 我们两个根本就 生活在两个平行世界的人 然后你比我 你不满意吗 这不就是你想象的自由吗 挺好的 像一个人过日之一样 我现在就是翻人醒悟 以前觉得你以前说的好多话 都不是特别对 就是想象识夺理的 但是就是我那会儿就不害怕 所以才 你害怕啥 害怕令心脏 然后就妥协了 你有什么好害怕的 我害怕那会儿 走 然后现在我就觉得 包括以前说过的好多的道理 都站不就紧 你举个例呢 举不出来 我是没有办旧账的人 我就特别吃亏 就我吵架还是放不出来旧账 你知道为什么吗 没有 不是没有旧账 是我记不住 我跟你说 你别想说是没有旧账 就是没有无可调节 而是我真的记不住 真的是因为你自己的问题 没有 面前我跟你说真的 我们吵架的时候 我从来就翻不出来旧账 因为想不起来哪个点 不是因为你逻辑完全混乱 不是 我跟你讲 语言组织能力又差 不是 我跟你讲 我吵架的时候 我的那个逻辑 其实是清晰的 但是就是你老打断 你一打断我呢 我就回忆不起来 一回忆不起来 就像个偏差 什么偏差 自己经常守伪矛盾 不矛盾 是被你说的矛盾 就是因为你一咬过 然后再把你的逻辑 嵌入进去 我跟你说 就像一个病毒一样 就像一个正常的细胞 嵌入一个病毒 觉得自己好像正常 发现就紊乱了 你没有bug 病毒怎么侵入呢 就是你 这么长细胞也没有bug 就是因为你的矛盾 你的那个逻辑是混乱的 不 你是硬要侵入 就在我 就即将可能出现的 混乱的那个差点 然后你就直接插进来 插住进来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 错乱的这个问题 回想起来的时候 就像吵架 突然间好像吵输了一样 但是觉得自己没错 没发挥好 这就是你 我们终于逼一包包 把你扔了 没见过我们什么 大吵架 我们在外人面前 哪敢吵架呀 我有一次玩游戏 不是扔了东西 扔牛肝 我刚刚说的这事 吓得没球 都不敢去吃 我跟你说那次我也没错 不承认 这家衣服 不要吧 但是你还要吗 要吧 彩虹的多好呀 那你觉得 有哪次是你错了吗 我哪次都没错 我每次都是正确的 只是说 我表达的方式不对而已 但没有错 就不能承认有错 一旦承认一次有错了 就每次都是我的错 只是没有表达好 没有表达轻松 你真的现在头发剪了之后 帅好多 好好看好可爱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